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黄瓜特别好吃的做法,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首先我们把黄瓜切去头尾,然后准备一个削皮刀,把黄瓜一片一片的这样给它削下来 全部削成这样,给它摆成一排 要稍微摆整齐一点 然后再这样收起来 然后放到一个碗里面 下面我们再切一点小米辣,把小米辣切圈 切好之后放到黄瓜上面 再加一勺白糖 加小半勺的食盐 再加半碗的白醋 接着往里面加入雪碧 让雪碧冒过黄瓜 然后放在那里浸泡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时间到了,用筷子给它翻一翻 非常美味的雪碧泡黄瓜就做好了 吃起来清脆爽口,酸辣开胃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又解馋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